到今年日台 我再給各位看一下 排到2019年 這是候選名單 你可以看到大家都擠破頭 就是希望能夠得到這個會冠 因為它是有個評審 就是現在變成是歐洲的文化首都 那我們再來看看 其中我只認了一個2016年 那麼我以這個為例 給各位看一下這一支戲 這是叫做跨國界的 城市文化形象的策略 非常非常的值得學習 然後到了公元2004年的時候 聯合國才向他們學習 成為叫做全球創意城市 它每一年就會宣布有幾個城市入園 聯合國認為你就是創意城市 就是個貴冠 那你這個貴冠的話 聯合國的UNISCO會給你經費補助 讓你這一整年可以捧獲這些事 那我就接下來講這個SPAN 2016年 你看現在才在2010嘛 2016就要排班 大家都要在排 這個叫做候選名單 不見得會入選 不見得 那我就給各位看 我就舉個例子 這一個就是2016年 各位看得到嗎 2016年 這個就是SPAN 在整個的 壁爾包旁邊的這個城市 這是他的tomote 他要去爭取 爭取歐洲文化首都 六年前就要準備了 六年前就要準備 那他就在準備這件事 然後你看他的文宣 所以他在告訴你說 我這個400年來的城市 我的城市的遺址 城市的文明 城市的土地 城市的風格 然後他又告訴你 我雖然老 但是我能不能有新的文化 新的創意科技 我剛剛放了這幾張 就是他準備爭取 所以你看這個六年前就要準備了 這個就是所謂的 歐洲的這個文化首都的這個桂冠 變成是歐盟所創造出來的 他從1986年就開始 但是重點 我是要告訴你 透過這個歷史的這條賣論 你就講 阿姆斯特丹 在這個program 一形成的時候 他居然就是跟著希臘 這個雅典 意大利的佛羅文斯 這當然是全世界的名城 阿姆斯特丹居然跑第三位了 他很早很早就在這個歐洲短貨裡面 被認為是非常有文化能力的 這個城市文化是它的基本的能力 也是它基本的動力 非常不太一樣 非常不太一樣 我們有了這樣的一個觀照之後 是不是我們就進入到這個 從這個條件來講 這個就叫做跨國界的城市文化形象 它同時也是個桂冠 更重要的是所謂的 西歐是在宣示的這個 因為它西歐在1980年 更緊急的被遭受到一件事情 因為工業全部被第三世界拿光了 西歐的城市 幾乎被第三世界搶光了 所有的工業製程 因為它養不起這些工資 所以它就開始要創造一種這個 文化就是新經濟引擎 所以才會發展出所有的歐洲的文化手機 每一年選兩個 選一個等等 好 所以這是歐洲項目 我們接下來是講說 從這個條件來講 它告訴我們說城市的文創 城市的歷史 城市的文化產業 其實就是這一個世紀初 非常重要的新經濟引擎 而環境自身的品質 這個你如何保持 跟這個有未來性 就是你的機會 所以千萬不要悲傷 千萬不要悲傷 沒有工業 你對向發的文化炸力這樣 所以歐洲是在 這個帶出這個歐洲新向度的思考 城市到底要改為 城市 文化就是你的新經濟引擎 所以才有所謂的一個這個 文化經濟論 Cultural Economy OK 那麼我們就回過來講 接下來我們就進入今天的結語 所以我就提出這城市編學中間 如何意義出創意文化的研究策略 那麼這兩個城市 在阿姆時代有兩個案例 一個就是很適合 也希望提醒諸位 我們到底碰到這樣一個空間 國為公民事業所留下來的工業遺址 如何去使用 他給了我們一些案例 我們另外來是 NDSM 就叫做阿武士特丹的北岸 這個地方也是一個叫做倉儲區 看看他們怎麼變化 好 我副美表位置標示給各位 再看一次 這個就是所謂的 Water Gas Fabric 這裡的區塊 各位剛剛你可以看到說 這是中央 Central在這裡 剛剛放的就在這裡 這個距離大概是等同於 城市的邊界旁邊 這裡也是住宅區 這公共是住宅區 是在這一塊狹長期的 為什麼呢 從Central從這裡走過去 這裡有一個支線 這個就是所謂的硬的煤啦 水的煤啦 就是Water Gas 那麼它就是一個生產線 通通是私營 但是也有國營的股份在裡面 那麼它在這個1950年 最主要是發生在1967年左右 荷蘭政府在北海挖到原油 挖到天然氣 挖到天然氣 因為北海 在1960年代人類就是升空 另外就是往地下去挖到原油 挖到天然氣 所以它變成是使得這個產業不需要 所以不需要的話 這個高達將近有一兩百公頃 甚至三四百公頃 整個中央公園 大的這個 這個美國的大的中央公園 在這個地塊上 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叫做 荷蘭密密麻麻的阿姆斯特丹 公園不多 這一塊就是在這個西區 這就是西區了 這個簡單的中文翻譯 就是所謂的西區阿姆斯特丹西區 煤氣公司的遺址 那這個NESM 是所謂的北邊阿姆斯特丹的一個叫做 船屋 船屋 就是修船的地方 大的修船 那我們來看一看 這一個 這一個叫做所謂的 West Gas Fabric 它其實是一個最主要的煤氣生產 然後他一時碰到了1967年的時候 他發生了一個結構性的大影響 什麼影響呢 就是他們挖到了天然氣 事故 這個產業就慢慢必須被淘汰 被淘汰的時候呢 這裡就是一個區政府 就是市政府底下有一個區政府 這個叫做所謂的西區政府 西邊 東區公所 西區公所 西區公所 北區公所 南區公所 不過我也還不清楚 他們這個區長是民選的 還是指派的 不清楚 不過我猜的這個屬性 應該是民選的 只不過是市長之下 稱之為叫做Dixstreet Dixstreet Council 這樣OK 那麼這個地方是區公所發動 區政府發動 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 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就是說他可以說1967年 我簡單講1967年 一直到1992年 其實就是停擺狀況 這個煤氣公司的董事長董事會 不允許人家進去 而且他也不曉得該怎麼辦 因為他這個公司有轉投資 去挖到天然氣 可是他一直在想像這一塊地 放在首都旁邊 大概可以想像成為南港一樣 大鑽蓋很多的豪宅 所以他猶疑不決 從1967年猶疑不決到1972年 所以那個地方是 人都不能進去 所以一直停在那裡 到了1992年的時候 區政府就是開始介入 開始介入 然後去跟他們談判 現在就是比較像那個 都市發展局 或者是都市更新部 家婆啦 家婆大概知道了 就多多市 就去跟他談判 拜託拿出來又拿出來又 所以很像台北的模式 那我們再來看看人家怎麼樣 我們在這個條件裡面 這一個地方發展成為什麼 我們先看他的圖說 來我先給各位看 這一個地塊 目前就成為這樣子 1992年去政府下來協商 然後呢 這個協商的過程之中 一直不順利 所以大家都僵持在所謂的閒置狀態 閒置就迫使他 有別於盧爾 盧爾就是所謂的盧爾的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資產 就是有一個組織 有一個組織 只在promote 跨區的在promote 那這個地方是單獨的區政府 非常微弱的政府在promote 那這個promote的過程中 是談判不下來 但是呢 就利用這個機會裡面 區公所獲得了一個轉機呢 就開始去跟市政府溝通 然後市政府在協商出面 然後呢 引發了大家的注意 那再把這個場子 把它變成私地 整個的遺跡 請看這些遺跡都在 那從1992年 然後去政府花了一點錢 就來選擇 很多人 那邊 是